3D定位仪之所以比蓝牙定位仪更稳定 是因为它的主要部件是固定不动的 所以不易损坏 然而虽然3D定位仪没有了传感器 但它仍然需要将标靶从机架上取下来 挂到车轮上去 正是因为这个取挂的过程 让标靶成了整台设备最脆弱 最易损坏的部分 很多用户都是在取挂标靶的过程中将它摔坏 不要小看这么一块小小的标靶 无论是品牌还是杂牌 其价格都在几千元以上 因为看似简单的标靶 其生产制作的工艺要求都非常严苛 它要求面板上的图案精度误差 度得超过0.005毫米 而一根眼睫毛的直径大约为0.05毫米 因此标靶面板图案的精度必须控制在一根眼睫毛直径的十分之一以内 否则它将直接影响测量精度 这样一来 标靶一旦被摔坏将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 战斧的3D研发团队为了完全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采用ABS工程塑料和光学级亚克力材料 打造出了这款比钢铁更抗衰的标靶 完美解决了3D定位仪的最薄弱环节 大家看 这是我们找到了半空品牌的标靶 那我们依然跑到空中 看看掉下来能否追了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将标靶尽量扔向高空 让它直接吊在水泥地面上 看它是否能保持完好 经测试标靶完好无损 刚才我们抛的空中可能是不够高 现在我们抛到这个二楼 我上到二楼丢下来 看看是否能摔烂 现在我上去 现在我们将标靶从五米以上的高空 直接扔在水泥地面上 看它会不会被摔烂 很显然 战斧的标靶完全能经受住这样的高空跌落 在日常使用中 经常发生标靶被车压烂的现象 所以战斧的标靶设计也要求能抗汽车直接斩压 经汽车双轮斩压实测 标靶依然完好无损 大家看到我手上拿的这款是某品牌的标靶 我们抛到空中掉下来 看它能否摔烂 大家看到 并不是所有的标靶都能抗摔 战斧是同类产品中唯一能达到这种抗摔效果的 只有这样的标靶才能适应各种恶劣环境 也只有世界级的品牌才能打造出这样的钢铁品质 等视频由战斧研发团队录制 更多培训资料 敬请关注战斧官网的技术培训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